因为他们既害怕公子你出仇 也担心激起天下诸佛的共诺 所以以全公子为时反而会安全 可全只有九岁 九岁怎么了 刘表那个老头见了我这个九岁的话 难道不惊讶吗 难道不敢动吗 难道还怕他伤了我不成 嗯 全公子真了不起 句句说在点子上 我看啊 以全公子这样的才智 此行必能成功 嗯 二爹 那你去吧 领命 成谱黄盖 黄将盖 带领所有的将士 埋伏在京州大营附近 接应孙权 遵命 太老 我们和江东之仇 永世不可敌了 在这个诸侯听说 也会谴责我刘表 不仁不义 主公 事情已经做下 就不必厚 再说了 乱世之中强者为尊呢 江东恨我们怕什么 他们竟此的阿败 已经不是我们 荆州的对手了 好 兵主公 江东派来使者请和 并送回皇祖将军 什么 使者 是 让他们进来 诺 主公 末将 末将回来了 江东的使者呢 孙奸之子孙权 拜见刘伯伯 你就是使者 是 多大了 禀刘伯伯 孙权今年九岁 九岁就来为使 真是可笑 禀刘伯伯 高祖皇帝九岁时 射死过一头金额猛虎 五弟爷九岁时 已经万公杀敌 我孙权无用 九岁时只能向刘伯伯请和 请伯伯赐还我弟弟的尸首 从今以后将都永远不向荆州复仇 这 主公 主公 江东兴拜 孙权王女 妻子年幼 我们干脆战草竹根 彻底灭掉孙氏家族 然后趁其不备 法令直取江东 以成往后大殿 刘伯伯 我哥哥孙策已经继承父位 领长沙太守 现在他不但三经度 早已返回江东掌军欲敌 我明白你的意思 孙权啊 我要问你 你父亲死在我的手里 你江东军为何不来杀我 报仇啊 反而要来求和 请刘伯伯 爹爹临终前交代过我一句话 什么话 爹爹说 刘伯伯有皇室之风 忠义厚荡 是袁绍逼着他们伏击我们的 要复仇应该找袁绍复仇 江东与袁绍势不两立 爹爹还说 为了江东的安慰 我们应该与刘伯伯画 干戈为玉伯 两家修好 和睦相处 你父亲真是这么说的 是 孩子 孩子 快起来 你父亲的尸骨 我已经装链 你可以带回江东 我还要在江边设计 送别你父亲的英灵 新 新刘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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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 杀死了 孙杰死了 孙杰死了 死了 真的死了 当真死了 苍天幽眼 去给了咱家一块心腹大患 在各路诸侯当中 孙杰是个英雄 只要他一死 中原的诸侯都是 猪狗鸡 我看他哪一个 敢出来跟咱家作对 这回咱家可以睡一个 太平觉了 冰相国 在下有一言 压抑日久 如梗在后 已经是 不图不快 说